一言赴始 万象更新 今天是新一年的开始 在此向全球所有志工朋友们问好 生命的过程必须经历生老病死 为了解决疾病症状 才有医学的诞生 回顾去年 原始点医学有了很大的突破 此及在诊断上 他确定不需借助西医任何仪器检查 就可分辨病情轻重好坏 及推断治病所需时间 在治疗上 为了使热源能够改善体质 间接治病 总结出热源的使用 必须以干爽透气直达患处为主 并可配合按摩患处 帮助热源吸收 这些研发成果 带动姜粉泥的改良 所以它不论是内服还是外用 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大幅提升疗效 同样也影响姜汤的应用 所以它藉由灌肠 洗盐 清笔等 不仅可解决疑难杂症 还可使腹部严重患者转为为安 值得一提的是 在提升疗效之余 也令诊断更趋完整 故人将同属诊疗内容的变因篇 以调音篇合并为一 并改名为变因失字 使研判病情治疗疾病的诊疗体系 更加完整 也因为如此 写了12年的原始点医学 才得以大功告成 此书的特点是理论深入犬出 化繁为简 且写出来的一定能做到 使医学的诊断与治疗 医疗与保健 临床与理论 在实际应用上 不至于被单独区分开来 而能做到相辅相成 融合为一 病人轻而易举地 将此一诊疗方法 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正因为它不需要庞大的理论体系 复杂的治疗方法 精密的仪器设备 昂贵的特殊药物 只需在生活中 善用按推原始点及外内热源 并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就可提升人体的治愈力免疫力 使患者能够快速疗医病症 重回健康 所以这种生活化 简单易行的治难医学 势必成为保障民众健康的最佳方法 在此推荐想学好原始点医学的朋友 一定要看14版的原始点医学 及2018年演讲的影片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再看过去旧有的资料 如果要学好手法 最好再到基金会公布的公益点 找合格的治工学习 这样修法才不至于走偏 基金会是以公益方式推广原始点医学 如果您也愿意付出爱心 帮助患者 那么请您跟基金会联络 在此解诚欢迎您加入志工行列 最后预祝大家心想事成 新年快乐 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